還有兩個星期 在12月19號 就是我們在完成了選舉制度之後 的第一場立法會選舉 與發展局息息相關的 是有三個功能界別 分別是工程界別 建設規源界別 以及地產及建造界別 這三個界別 都有多過一個候選人 接下來會是相當競爭性的選舉 最近我見到業界的朋友 都會提醒他們 在12月19日去投票 盡他的公民責任 選出代表業界 真身為業界服務的議員 希望大家 12月19日 為香港 為自己 投下重要的一票